教育文摘 郑雅仁教授专栏 学校园时 通常都是从六项标准衡量个别学校的候选资格 包括学术水平 运动竞技 课外活动 多元包容 校园生活 日常氛围 其中 学生在校每天吃什么 是关系到深深学子校园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 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总人数超过46000人以上的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 不仅连续七年经过评鉴是全美首屈一指的公立大学 而且也是全国最注重校园饮食文化的高等学府 由于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学生来自全美和全球 众口难调是主观的形式 如何透过餐饮的选择 内容和环境 引导拥有各种饮食偏好的教职员和学生 体验 尝试 接受多样的口腹文化 这也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新话题和新景观 农历8月15中秋节 在校园餐厅和寄宿寝享受月饼 目前物流业者已经可以待劳 至于越来越多的大学校园 重视集思满足师生消费者的多元背景和需求 此举果然值得点赞 2024年9月9日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